尊敬的看部您好 您好 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很多人都说 人死了以后 可以通过尸体最后冷却的那个位置 或者人的那个柔软程度 来判断人到底往生到哪里了 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这个说法有依据 比如说这个小城佛教的巨蛇轮 里面有加 比如说人的这个体温 最后有些人的体温 最后都集中在这个头顶 头顶灰毛旗 最后从这个头顶消失 其他地方的体温都没有了 但是头顶就有 有些人就是在脚底下 有些人在身体的其他的不为有的 那这个是可以 可以佛经里面有这样子 可以判断这个人的下意识的 这个投胎的基本的这个方向 是人还是这个天人等等 这个是有依据的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人死了以后 并不是他的神识立刻就能离开这个身体 可能有一段时间还和身体在一起 那么这样的话 长时间的没有离开 那还能用这种这个温度的方法去判断吗 比如说这个体温 比如说这个体温消失的时候 是可以说他的 他的这个灵魂 比如说最后他的这个体温集中在头顶的话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的灵魂 他的意识要从头顶出去 这样子 但是这个体温从头顶消失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出去了 这个我想可能还不是 可能还不是 因为体温的话就不会很长时间的 很快就会没有这个体温了 但是人的这个意识的话 灵魂意识的话 可能没有那么快就这个离开 这个只能好像我 这是我没有看到在佛经上 没有看到这么具详细的这个记载 我踩的话可能还不是 判断那您能帮我们说一下 就是这个尸体最后冷却的那个位置 分别能够是表示着人 往生到什么样的地方去了吗 比如说他最后的体温 全部集中在这个头顶 也就是说其他部位的这个体温都已经消失了 唯一就是头顶 有最后在头顶这个体温消失的话 这个就是说明这个人就往生到天洁 天洁 焦地下 然后就是这个比如说低雨 然后心口就是人间 就是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子 谢谢坎伯 居舍伦 你们可能我们可能现场有一些人学过 这里面就有讲 居舍伦